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一起机票退改签诈骗案 帮助受害者陈女士追回了73万余元的被骗资金 陈女士原计划乘坐的是5月26号的航班返回福建 却在5月25号的傍晚接到自称某某航空客服的陌生电话 声称其航班延误需要办理延误险退费 因退费过程繁琐 陈女士挂断了电话 然而诈骗分子并未放弃 再次来电声称若不办理退费将无法出票和登机 陈女士收到的一条航班延误短信加深了她的信任 随后在诈骗分子的引导下下载了语音聊天软件 并接受了全语音指导操作退费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诈骗分子声称陈女士操作错误 银行卡将被扣款7万2千元 在诈骗分子的进一步诱导下 陈女士将卡内70万元转至诈骗分子提供的账户 并在诈骗分子以各种理由的要求下又转账了8万余元 总计被骗78万多元 江津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行动 紧急指付并冻结了诈骗分子的账户 通过银行卡转账信息迅速掌握了两名一级卡卡主张某 林某的信息并在广东湖南警方的协助下将二人抓获 经审讯张某林某公诉了提供银行卡为诈骗分子洗钱的犯罪事实 那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警方成功的为陈女士挽回了73万多元的损失 并将资金返还至她的账户 陈女士表示了 太激动啊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他们 被骗以后呀 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但是通过家乡民警的不断努力为我挽回了损失 警方提醒 暑期是出行的高峰期 接到机票退改签电话或者短信的时候 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 不要轻信短信当中的链接或者联系方式 正规平台办理退费 无需额外支付费用 退款应返还至原支付渠道 如遇索要费用转账刷流水等情况 请提高警惕 一旦被骗或者遭遇可疑的情形 请注意保留证据立即报警